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追影,今天继续我们的全荒酒把飞的基本实况解说,这一台是有阳神对战装甲车,双方来一个主力之战,哎,蒸汽拳大幅扩,蒸汽拳直接接上了超级蒸汽拳,开场就是这么疯狂吗? 只见克拉克已经掉血过半,气甲车还在进行的疯狂连招落地,切换模式,暗黑地狱角落,只要被蹭到一下,就可以直接歇菜了吗? 下前轻手重手一套,接起一个爆栓,在板边又来上一个大招,这是在急气中爆发,然后在急气中将对手拿下 44连,一套带走,稳稳的,让我们直接进击第二场,跟他打感觉心理数字太差的真的不行啊,被蹭到一下就这样没了 下面来看装甲车的起甲车 哎,下盘轻手跳,哎,跳随你像,这种轻轻手也没有连上 下盘轻手又连上一套,现在气甲车又接起一个超级,争气拳 一阵狂怼怼到板边 哎,落地要不要再切换模式,他又切换了一下模式 暗黑地狱角落,仍然是那么的稳 空中小跳在地,下前拳,接起一个爆帅 爆帅到板边,落地又一个必杀抓住 哎呀,装甲车又凉了这次,落地直临头 又此,历史那么的相似啊,几乎是一样的连段 下面来到了第三场,我们来看这个莉安娜了 只能指着莉安娜了现在 我们来看莉安娜,要什么样的操作呢 哎,小跳轻手,气甲车还想抓到一个偷下盘的机会 但是中了一个跳在地,落地 摔到板边,落地再追一下 这一次要用大招嘛,直接用大招之残 失联以后跳在地,哎,小跳在地打压到板边 气甲车再用防空小拳 双方又是一个相杀 中拳没有逃到,又中了一个半月斩 落地舍到半月斩 但是还是被气甲车直接撂飞 哎,强反,强反以后突然来了一个能力耳环 让我们进行到了第四场 第四场看杨神的克里斯 其实刚才杨神是想给他一个必杀 给他一个致命一击啊,结果 对手反应太快,现在利安娜的枪反已经用掉 看克里斯能不能稳住 只要能防住他,哎,也没防住 直接反身被中了个超比杀 落地手刀半月斩 摔到板边,落地再追加一次 一把抓住上比杀,点到 15连了,对手 哎,又中了两次跳在地 让我们直接又晋级到了第五场 玩的一手好利安娜 真是无敌呢 现在看巴神出场 这两位都是暴走级别的 速度飞快 萧锋一把枪抓 葵花千元银 因为这是一个强打 巴神并没有准备再连他 而是选择在板边进行压制 哎,跑跑过去 吓了他一下 然后再小跳 应该是想抓萧锋 没有抓住 巴神继续寻找机会 显得十分的搂炼啊 这个巴神 哎,跳一背光 手刀半月斩 怼到板边 巴神继续 哎,一把抓住 但是没有气啊 利安娜 没有气 让巴神有了可乘之际 哎,重手一套 没有连伤 巴神继续寻找机 下一次机会 双方开启了斗智斗勇模式 继续杠四地 到板边重手一套 跳四地 重抓一挠切 快话 哎,利安娜必杀打空 进行抢反 落地追加摔 看利安娜能不能一股作气 一把抓住 再来个必杀 哎,巴神裸大失误 一个必杀 升龙 直接快速抢反 这个巴神速度太快了 落地千远音 落地葵花三世 接起一个巴之女 利安娜应该是没了 哎,还有一滴血 落地地波直接烧死 大家请问点一下关注 在拼领区留线的神回复 我们下次见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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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